裝成一個模樣 愛似個晴郎 馬一聲不醒 出手他不容讓 共上一個牌位 歸一住高鄉 我們家的女人 都是這棵羊 看山有多高 河水有多多長 一杯杯的月亮 是晴寒之光 光土地的人哪 怕心情高昂 風火起初 我們恩生死同亡 來 李將軍 李將軍 你對石泉寨怎麼看 說實話 卑職非常欣賞 忠左閣下因帝制宜的策略 但黑虎山戰役 我們只是推測石泉寨的人去參與 並沒有抓住實質性的證據 如果我們向他們發起了進攻 這恐怕不符合中左閣下 在整個遇襲的戰略部署吧 逼則反兵 石泉寨是刀客家族 對他們要親善 但也不僅僅只是親善 大幫 堂果並舉 正是對付他們最好的辦法 要想玉璽穩定這個大幫 還不能由我們去打 中左閣下的意思是 去找另外一隻狗 來要石泉寨 然後我們從中餘力 西連池潘家 根本就不是石泉寨的對手 卑職倒是可以向中左閣下 舉見一人 這個人在青年軍幹過 是個土生土長的石泉人 叫魚定幫 是魚化龍的侄子 如果這個人 能夠去替我們對付石泉寨的話 那我們可就有好戲看了 他能服服帖帖為我們辦事嗎 中左閣下儘管放心 李將軍 來 乾杯 快點 李將軍 走 子女二 走 快 李 李 李 是 住手 都退去 李教官 余定帮 定帮 敬用茶 谢谢教官 你被青年军除名的事 我也是奉公行事 卑鄙无奈啊 会员长只会重用 唐恩伯那种 碌碌无为的庸才 而对忠心耿耿 为党国效力的仁人致使 却视而不见 难怪日本那样一个弹丸小国 可以在我们诺大的国土上 横倒立马 畅行无阻 悲剧啊 悲剧 教官 学生被除名 与教官您无关 更与党国无关 是我自己对不起委员长的教诲 最有应得 你能这样想 是你对党国的忠诚 而我们能那样做 那是对人才的践踏 怎么样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党国已经失去了对学生的信任 共产党更不会容纳像我这样的人 学生思前想后 只能自己组建一支队伍 投身抗战 为国捐躯 难道 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吗 请教官明示 是 坐 国民党虽有百万大军 但依然不是日本人的对手 靠之无异 八路军虽然作战英勇 但毕竟是草寇出身 也没什么前途 就目前全国的局势而言 恐怕只有走 汪精卫的道路 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汪精卫 投靠日本人 卖国求荣当汉奸 这可不是卖国求荣 这叫取现救国 教官 数学生之严 所谓取现救国 就是变相卖国 鼎帮啊 你太年轻了 太幼稚了 教官 来 你来看看 这个 和平建国军 这是王主席 亲自签发的 你为岳极者荣 事为知极者死 谁看中我们 我们就跟着谁 就当前的局势而言 最需要我们的是日为日 怎么样 你有兴趣吗 教官 学生受党国教育多年 不做卖国之事 汪主席受的教育比你少吗 他现在稳坐南京政府的 第一把教育 深受日本人的器重 江卫园长受的教育 也不比你少吧 可是他现在 眼睁睁地看着国破家王 你不过是一个马前小子 教官 数学生不济 告辞 等等 丁邦啊 养不教 父之国 教不言 师之多 教官最为惭愧的 就是只教会了你们 如何做战争机器 而没有教会你们 如何具备 灵活的正直头脑 这是我们的实物啊 丁邦 请你相信我 我给你指出的 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也是你唯一的选择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么从现在起 你就是和平建国军 玉稀独立时的少校团长 提醒了 我想说 是否有去 呢 你也有 在这儿 你都不想 你远不想 我去那儿 你越来越来越重 你越来越多 我都不想 送人呢 咱去看看呗 我不去 为啥呀 去看看又不死人 那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我这哪是操心你的事啊 这还有莲花嫂子的事呢 我去 那行 你去跟莲花嫂子说去 老爸媳妇 我就不明白了 这于老爸都能种上孩子 这于老三为啥不行 这说到底 不是为了我 你是为了龙哥 这有区别吗 有区别 区别还大呢 那蛇娃不认她 你就惦记上了我的肚子 这 我生养的事你就别管了 这咋还生气了呀 桑葳 田布泰君说了 只要欠了这份 日中亲善协议书 他们保证不抓丁 不草荡 除了年景好点的时候 交点军粮 没有别的要求 田布泰君还说 要是年景不好的话了 黄军可以给大家补贴大米白面 以度荒年 这可是有百亿而无一害呀 嗨 三位你们都看到了么 院子里三车粮食 就是黄军两窿送来的 只要欠了协议啊 每村一车马上可以拉走 田老板啊 冒昧的问你去啊 这日本人的粮食哪儿来的 从日本拉来的 否定啊 还是从我米店里抢的呢 田会长 你见过不吃羊的狼吗 高雁 您 您这是啥意思呀 你真以为 日本人从大老远的地方到中国来 就是为了串门子走亲间 亲善 说得多好听啊 这亲善不亲善 主要是看咱们吃亏不吃亏 照着协议上说咱们不吃亏呀 说什么呢 不吃亏 这协议它就是一账旨 日本人想死他就能死 狼现在不吃羊啊 那是因为他吃饱了不饿 三位 许多村庄都已经签了 咱们何必硬撑着呢 真要是把日本人惹火了我怕 你们也知道 这国军几十万大军都惹不过他们 咱们何必拿着鸡蛋碰石头 他不划算吗 我听说在石门的日本头头 是你本家 他叫田牧 说祖上是古洋人 那麻烦你转告一下你这个鬼子的亲亲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他搞他的亲善我护我的庄愿 他不惹我我也不惹他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他但凡赶进石泉寨一步 我打折他的狗腿 到时候你别怪我 没给你们姓田的留面子 厨师大哥 厨师大哥 这粮食我拉走了 老大媳妇 老大媳妇 错了错了 啥错了 不是这几车粮食 那这些粮食是给谁的 我葛大尼是做活做的啥样 你心里最清楚的 你不能把我的饭碗给别人呀 看你这话说的 这些粮食啊真不是公损的 是日本人的 这日本人的粮食 放在这儿干啥呀 是石门镇啊 田老板派人送过来的 听说是给东西连池 和你们石泉寨送的 反正呢 谁和日本人签订了亲善协议 这粮食就给谁 啥叫亲善 大概就是套近乎吧 这和日本人套的啥近乎 我这不是狗屁折探吗 我也不明白 你呀赶紧回去吧 走吧走吧 走吧 潘老大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嘴巴放了你鼻子下巴 有话你就说 潘老大 这东连池和石泉寨 签不签这份协议 还真不是罪当劲的 可你们西连池 西连池怎么了 小鞋子养他 西连池 在黑沪山打了日本人 帮了八路军 这事他们都知道了 潘老大 有这事啊 那英雄啊 潘老大 真是你干的 你这个区长啊 真没白当 我干什么了我 共产党拔洞军 都当忙感谢和你交朋友了 还不认呢 谁说的 谁说的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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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 啊 上官开机 一定是个王八大说的 我是你祖宗 潘老大 怎么样 不签 我就不签 几位 慢走慢走慢走 你们看见了吗 这是日本人 靠赏你们的粮食 每个村寨一车 有大米还有白面 都拉回去吧 亲战协议的事啊 咱们从长计议 日本人的粮食啊 东连池享受不起 你还是让日本人 拉回去吧 潘爷 您 我呀 也不用 西连池也不差这点粮食 哥 他真是大米白面啊 这么好的东西 拉回去喂猪 可惜了了 岳老三 留点口德吧 话说得太狠了 要遭报应的 还真不是你理解那意思 我可没说人日本人是猪啊 我只是说这么好的东西 那是人吃的 你说人家日本人 那么有孝心 不是好心啊 咱要辜负了人家 不好 不要了 老三 你一吃全战就缺这点粮食吗 缺啊 大米白面能够缺吗 不如说好了啊 跟那亲战协议可没关系啊 这是黄军的杖子 知道念耳就行了 念耳 这耳我还能不念呢 不过白男人东西也不太好是吧 吃人嘴短 师傅 好 还有鸡蛋没有 还有一些 给我来拌篮的 好嘞 老三 你要干什么 爹 你看 田老板啊 你看 这日本人给咱们大米白面 这个我还他拌篮的鸡蛋 那就算两步相牵了 对不对 来来来来 来 您瞧好了啊 这可是中国鸡蛋 你那驴住跟侯院上 对对 借我试试 把这粮食拉过去 好嘞 老三 爹啊 回头去我们家吃大米白面去 胖老大你也去啊 大米白面 哎呀 十全人都把粮食收了 咱也不用大种点中胖子了 田先生 这粮食我也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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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先生 您呢 我说过了 日本的粮食 享用不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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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去啊 我拉粮食啊 这是日本人的粮食啊 这日本人也不是从他老家拉来的 连厨师大哥都知道 这些日本人笼络人心的粮食 你咋傻呀 我又没白吃 我给他拌篮的鸡蛋呢 你送回去 于是啥呀 就凭你吃七尺糕的爷们儿 那爷们儿就不吃饭了 这七尺糕的个子也不是大分搅关出来的 不是 不是 你干啥干啥呀 于 哎呀 你 你干啥呀 送回去 我不能给日本人送回去 我还有用程呢 你有啥用程呀 吃人饭拉狗屎的用程 我给闺女吃不行啊 啥 你说闺女回来了 我连份像样的见面礼都没有 是不是说过去 是不是 笑个屁呀 闺女现在连我都不认 还能认你啊 她不认你你就不是她娘了 你还别说 这闺女还真长大了 长得也漂亮 像你 她那脾气吧 也像你 这跟她啊这 你瞅啥瞅快点 走 走 走吧 干啥呢 这粮食能送 这驴不能送 驴是我借来的 你说闺女能见咱不 她想见我 还不想见她呢 小兔崽动不动拿枪比喚我 你说谁兔崽子呢你 我我我行了吧 我妈我自己呢 来 谁谁谁谁 不是 她不走了 就这儿吧 就这儿吧 啥 就放这儿啊 对 就放这儿 你不是送粮食吗 这不送粮食来的吗 不是你哥 这儿咱女儿能看见呀 要不说再聪明的女人 那也是半豆酸 你干啥 上去 啥 躲起来 快 快 你说这个法子管用不 除非你哥是个生瓜 你说谁呢 给你下来点 你说谁生瓜呢 我这生瓜行了吧 那我自己种的庄 那让人家给收了 还要比我更生的瓜吗 一点儿 来了 您快点 就是这个 对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咋没见蛇娃呀 有她们的 你怕没闺女的 都在一个槽里拴着 什么一个槽里拴着 咱闺女又不是身高 果然不是废 你们几个 把这些粮食都拉回去 咱们可以改上伙食了啊 你已经猜到是谁了是吧 这还能猜啊 除了她 谁能干出这事呢 来 拉催事办啊 跟他们说别吃毒食 给其他警团允点 是 来 来 都走了 再好的戏 也有说场的事 再也该走了 走吧 你咋想起来 给八路君送粮食了呢 谁给八路君送的 我给我闺女送 来 走 干啥 咋还流上猫尿了 谁啊 闭眼睛了 疯的 哪有疯啊 你烦不烦哪 是不是没见到闺女 心里不好受啊 一会儿真快啊 临走的时候咱闺女也就这么高吧 又现在长这么高了 咋就那么快呢 你都这么老了 她还能不长啊 你不老 我还记得 第一次把我抢回石泉寨那天 你骑个高头大马 十八就坐在你怀里 她还是第一次骑马呢 她乐得 你还拿胡子扎她 我看到你俩的轻着劲啊 我给我气坏了 我差点跳崖了我 那你咋不跳呢 我为啥要跳 我跟你说 我就是故意气你的 你说也怪了 我第一眼见到咱闺女啊 我就觉得气 我就觉得那是我闺女 还故意气我呢 美吧你就 好久 哎呀 现在谁生气谁知道啊 活该 你这种人 你说来 哎 你说这共产党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你说呢 一开始我觉得挺好的 可后来 我也说不清楚 这共产党 也不能闺女不认爹娘啊 你就说咱闺女有没有出息吧 有啊 她不得了吗 你还指望啥呀 我这心里就是堵得慌 说完是咱闺女 天打雷拼她都变不了 她早晚都得认咱们 你说等以后 咱们一家三口 那啥 我签个余晓 您坐着吧 走 不是老实施 马上派人通知鲁政委 紧急会议 是 什么紧急会议 什么紧急会议 刚刚借到总部的指示 最近 鬼子加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力度 给集中主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特别是他们的空中优势 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总部首长指示我们 一定要想办法 炸掉鬼子在登峰的机场 让他们那些浑浑乌鸦 变成死鸟 好 这是组织给我们的信任 我们一定要发痒 不怕苦 不怕牺牲的精神 坚决到完成任务 咱们研究一下做这方案吧 好 来 太军 余老三做事一向诡异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很明白 他是让我们滚蛋哪 李将军 对吗 你跟这个余老三 曾经在一起共过誓 你认为 他能不能和我们交成朋友 这个 很难说 他这个人哪 要是把谁当成朋友 那就是铁了心的朋友 可他要是把谁当成了敌人 那也是铁了心的敌人 那也是铁了心的敌人 那西连池呢 西连池 他们就帮过八路 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那就简单了 不知 中左阁下 是想要活狗 还是死狗 死狗对我们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我现在希望他们能够 尽快签订 日中牵擅协议啊 那就 只有把潘老大 照来商量商量了 恩威并重 杀鸡郑侯 要想彻底消灭共产党 八路军 就要 造出一切后顾 只有让他们 没有任何立足之地 是 是 我回来了 等等 你 试图 紫图 但是你 都不在买 我 你 还老大呢 我大哥 我大哥今天成里有事 没在 给我搜 丁毛兄弟 你这是干什么呀 干什么 干什么用得着跟你会帮我 那是 那是 赶紧把义太太给我叫来进去 何丹妮 早生他娘 瞎喊啥 瞎喊啥 我可找着急了 啥事这么急 被狼踩着尾巴了 你 你 你听说了吗 听说啥 丁邦回来的 回来了 你干啥去 不是丁邦回来了吗 啥呀 他去西连池了 去他家亲娘了呀 不是 他带兵去的 你把话说清楚 刚才我碰见 隔壁村的谢老六 他说看见咱们家丁邦啊 带着人去了西连池 你说 这能是找他娘吗 找他娘 他带人去干啥呀 你干啥去啊 你干啥去啊 丁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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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邦啊 这咋回事啊 到底出啥事了 潘老大呢 他一大早出去了 你找他干啥呀 他就是来寻仇的 你别瞎说 丁邦啊 你想急死娘啊 你到底想干啥呀 教官请潘老大回去问话 教官 话说得好听 有这么请的吗 你就是来寻仇的 于丁邦 我们潘家到底哪儿招惹你了 潘老齐 你说你们潘家怎么招惹我了 行了 这都是陈年旧事了 我也不想再提了 我是奉命来的 只要潘老大一个人 如果我真想报仇 第一个不放过的 就是你潘老齐 丁邦 行了 别说了 我现在在执行军务 等潘老大回来我就走 丁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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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来 让我进去 我说他娘 丁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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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咋带这么多人呀 走 给娘回家 你放开我 葛丁邦 丁邦是我儿子 要回也回潘家 你疯了 你让他走吧 你拦着我干啥 丁邦 你这是干啥呀 娘知道 娘伤了你 你恨娘 可娘也是为了你好啊 你走到这些天 娘天天就寻思这些事 娘想明白了 你啥出息 也抵不上平平安安的 走 回家吧 回石宣寨 咱们不在外面吃苦受罪 回家好不好啊 丁邦 报告 团作 潘老大回来了 准备行动 上 大哥 快跑 你丁邦要抓你 丁邦 不要啊 都是自家人 闭嘴 信不信我一枪帮着你 谁让他去的 三哥 大妞想做啥事 我也拦不住啊 他这几年啊 一直想见丁邦 去看看也好 再说丁邦带着部队回来 也算是有出息了 也是给咱们余家 光荣药组 你 腿长接着了 山哥 啥意思 我懒着跟你废话 什么时候出去的 有几个失神了 龙哥 你干嘛来了 我有事找你 不得再说了 他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我媳妇 你还知道他是你媳妇 我媳妇 你听什么 抓我 你想怎么着 少大哥 放开我 丁邦哥 你太太 抓好你儿嫂 丁邦 他是你大哥 你真把你大哥给抓走啊 他是我哥 你还真把自己当潘家人了 丁邦带 就叫我平了 潘老师 有种意念就冲过来 咱们新筹旧账 一起算 老师 好寒不吃严谨 你给他平 看好潘家人 丁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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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想派老大 俊悟 现在帮日本人卖命 不愿你管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跟我没关系了 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娘 但你还是不是 吃全赞的子孙 我 跟我回家 咱们不能丢老祖宗的脸面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有出息吗 总有一天我会出息给你看 妈 你不要你有出息 你跟我回家 走开 丁邦 丁邦 跟我回家 丁邦 丁邦 大哥 丁邦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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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把他抓起来 你要干什么 我好好的一个儿子交给你 你给我全给毁了 又不是你 他不会变成今天这样 师傅 我也是你啊 他变成今天我也难过 我送他去金香 是让他找本事有出息 让咱们脸上有过 把你压下去 师傅峰 你放开我 他把我好伤人 你疯了吧 你抓他干什么呀 抓他能换回来大哥吗 你懂什么 有他在 石泉寨就会帮咱们 女化龙不会丢下他 不管不顾的 你刚得罪了老虎 要养蜀软狼 你不是毁潘家吗 我这是在毁潘家吗 我这是在救你大哥 你赶紧去石泉寨报个信 让他们拿潘老大来 换葛大娘 否则的话 让他们等着收拾 我没有 我绝对没有帮我罚陆军 我说这都是实话 坚定良心哪 来啊 黎教官 说说吧 潘老大跟八路军 到底是什么关系 是 玉琼 玉琼 玉老三 你还我的男人 玉老三 我跟你说 我不要 这根本是 好像 谁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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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老大 你就老实说了吧 上滚前进 你个放八蛋 你怨望我 长官 我的粮食 就他抢的 他想救我运死地啊 这是六月许 冤枉啊 冤枉 现在 满世界的人都知道 是你潘老大偷袭了日本人 帮助八路军突围 你还想抵烂 没有 绝对没有 我要说半句瞎话 谁打五六虎 不对吧 潘老大 既然没有 那你为什么说 八路军是你的朋友 我那是吓唬你 我哪有什么八路的朋友啊 潘老大呀 潘老大 看来 看来不用大行 你是不会招了我 来人 好呀 等等 好 太队 你就是潘老大 太队 我确实没打过皇军 我是冤枉的 那这件事情 到底是谁干的呢 太監 里长官 十全战余奖 确实和八路要牵扯 这一点 我可以证明 史彩芬 你把人给我放了 于老三 来得够快的 冤有头战药主 谁抓的人你找谁去 你跟他过不去算怎么回事啊 他挑唆我儿子不认娘 又害我儿子到潘家抓人 我不找他找谁 多新鲜哪 定帮跟于家早就没关系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把人给我放了 长本事了是吗 这玩意儿你会用 只要我想学的 就没有我不会的 只要这环神一拉 他就完蛋了 只要水 满意儿 碎 三 输队 人 庸 出 天上云变荒万千 浮尘悲喜多不留情缘 深渊风光无弦 一段情不随人缘 一滴泪黄土爱恋 一场绝恋不本来人世间 情人离三山河边 草木枯虽也不眠 雪心而云待今天 天地赴天凡 山下路一马兵船 天上云变荒万千 浮尘悲喜多不留情缘 雪人风光无弦 天子 真为家 百七山赡 田至adı 希腊